各位旗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道 围棋名著发扬论当中的经典手机题目 本题黑仙 能否救出三角形的这颗子 吃住上方的五颗白子 现在我们看到 黑棋第一手棋 如果要救出这颗子没得选 只有再次粘住 白棋贴住 也是必然的一手 此时黑棋只有三棋 如果贸然从这一代强行冲出的话 一旦被白棋搬住之后 不仅帮白棋补住了这一代的缺陷 而且黑棋已经无法再长气了 此时如果黑棋搬 白棋可以搬住 黑棋再断白棋长 黑棋再打的时候 白棋甚至可以直接断吃 将黑棋的四颗子擒获 这样自然是不成立的 那么这个时候黑棋去挖怎么样呢 白棋可以再次吃 黑棋再吃 局部是一个乌龟不出头 所以这个下法不成立 肩在此处也同样不行 白棋只需要简单挤住 这个断严厉之急 黑棋再沾 白棋挡住 刚好被夹死 这个图同样不行 先挖也不成立 白棋可以顶 黑棋再沾 白棋收气 黑棋只有两棋 已经无法长出气了 所以这一代 黑棋的第一手棋 要保留在中央的种种变化 先在左边搬 白棋搬住 必然一手 接下来 黑棋该如何应对呢 此时黑棋去沾回 并不成立 白棋收住气 黑棋还是动弹不得 长出被断 自然也是不行 断的话 在打的时候 白棋依然有在此断吃的手段 这样黑棋还是逃不出来 那么本题真正的妙手即将出现 黑棋搬和白棋搬住 交换完之后 接下来再挖 是这一棋型逃出的经典手机 挖的时候 如果白棋此时选择断吃 想要受气的话 黑棋粘住即可 白棋再挡 黑棋可以利用外围叫吃的先手 连续叫吃之后 再次逃出 白棋现在再搬 已是强弩之末 黑棋打完之后再打 白棋长出 黑棋粘住 这样白棋再拐头 黑棋弯下 这一代由于白棋自身也不强 已经无法阻止黑棋长期 这样黑棋成功 所以白棋单在此断 不成立 而如果白棋挡在此处 瞄着上方挖的话 那么黑棋有轻巧的 虎在此处的手机 下方逃出 和右边冲出 已然见合 白棋如果挤 黑棋粘住即可 这两个点 白棋难以兼顾 如果搬 那么黑棋长出之后 已经逃出生天 所以这个结果 白棋同样失败 那么我们再看 如果此时 白棋选择在右边一带 封锁出路 继续盯着挖持手段的话 黑棋粘住即可 白棋再挡住的时候 黑棋可以再次冲出 这一代 白棋直接叫吃的手段 并不成立 黑棋粘住 白棋如果强行争吃 那么 由于黑棋随时可以提吃这颗子 是先手 白棋已然崩溃 打势在此处 黑棋立下 白棋也是无以为继的 所以这个地方 从右边收器 也不成立 因此 分析这些之后 此时 白棋只有将矛头 对准上方的挖持 和下方的打吃 这两个要点 首先我们看 如果白棋从上方 直接收器打吃的话 那么 黑棋 可以再次打 这样 白棋 只有挡住 否则黑棋 可以再次逃出 而白棋 打吃的时候 黑棋顺势一提 接下来 下方要逃出 如果打吃 黑棋粘住 两个方向 白棋还是难以兼顾 如果从下方打的话 黑棋 一来长出也可 外围已经没有子力 可以继续追击黑棋 二来 黑棋可以团在此处 威胁上方的打吃 借助白棋的缺陷 顺势逃出 总之 白棋这个挖 并无法勤获黑棋 那我们看 既然在上方挖吃不行 最强应对 从下方打吃如何 黑棋这个时候 粘住逼人 此时黑棋要小心 这个虎并不成立 由于下方被白棋打到 白棋这一挤 黑棋反而作茧自负了 所以此时 黑棋粘住 由于左边黑棋 还是有冲出的手段 白棋此时 如果从上方直接断 那么 黑棋可以利用 较吃的先手 在此一路逃出 接下来 黑棋再打 然后粘住 白棋如果管 黑棋弯出 和之前的变化 大致相同 白棋由于自身缺陷 无法收住黑棋的气 所以这个变化 并不成立 如果白棋松一口气 打在左边的话 那么黑棋还是会 在此冲出 白棋现在如果斑 黑棋可以打了之后 再打 之后黑棋可以 直接挤在此处 利用白棋的缺陷 强行吃住两颗子 这代提吃 黑棋顺势一沾 白棋被蒸死 如果白棋沾 黑棋还可以继续搬住 白棋弃紧 黑棋依旧吃住四颗白子 上方的五颗白子 也是无法逃脱 这代白棋在打吃 黑棋粘住即可 白棋也收不住脚上的气 边上的紫太薄了 所以这个变化 黑棋同样是成功的 因此白棋直接搬不成立 那么白棋这个时候 退手怎样呢 黑棋可以在此压出 白棋再搬 黑棋弯 由于上方两颗白子的缺陷 还是拿不住黑棋 团 黑棋就逃出去了 如果继续贴 黑棋的几十先手 这一代空着气 如果再粘住 那么之前搬的下法 就又成立了 所以这个局部 当黑棋粘住的时候 白棋打在此处 也是无法封锁黑棋 那么之后 如果白棋选择这一类的变化 和先前的图大同小异 黑棋可以从左边冲出 所以这道题目 黑棋的这部挖 是这一局面下 经典的逃脱手精 非常实用的一个下法 希望能对各位 其有有所帮助 感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视频宣布